农村水泥路普遍只修3.5米 难道不能再修宽点吗? 常言道,要致富先修路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早前国家为了发展农村经济 投入大量资金 搞起了村村通的工程 致此很多农村的水泥路 开始代替了原来的水泥路 让村民的出行更加方便 但如今农村的水泥路 却遭到了众人的吐槽 原由便是路面过窄 农村的水泥路普遍只有3.5米宽 部分地方甚至更窄 平时出行倒还好 一旦遇到节假日 汇车就成了一大难题 很容易造成拥堵的情况 尤其是过年回家 需要走亲房友的时候 车流量更大 而且农村的公路旁 又通常紧挨着落差比较大的田地 沟渠等 汇车难度大 很容易出现翻车等意外 早前的村村通 变成了现在的村村通 按理来说解决这个问题 只需要把村里的路面修宽一点就行 不过想要实现阔路 并非易事 农村道路修建的宽度 不由村民随意设定 并不是想修多宽就修多宽 目前 我国大陆对道路等级的划分 有严格的规定 根据公路的使用任务 功能和流量 国家将公路划分为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和四级公路 五个等级 而乡道属于三级公路 宽度在6.5米左右 通往乡道的村道 则属于四级公路 宽度只有3.5米 从这一方面看 农村的水泥路普遍修3.5米 也是国家的硬性规定 十几年前 农村经济条件有限 村民的交通工具 还多是摩托车 三轮车等 如此狭窄的过道 已经能满足大家的出行需求 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小汽车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 而且车型不同 轮距宽度差异也很大 部分SUV汽车的宽度就超过了2米 当初的水泥路宽已不再适合 特别是春节等车流量很多的时候 但话说回来 春节期间 无论是村路 还是十几米宽的高速公路 基本都是拥堵 其次就是修路的条件限制 修路必然离不开筹集资金 虽说村村通是政府支持的项目 也因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不过道路修建的资金 并不全由政府给予 村民也需要自掏一部分的腰包 因此当时大部分村民都不想修得太宽 如今虽然大家已经意识到道路过窄 经济条件也已经允许阔路 但我国很多农村的水泥路 很多都是在原有的土路上修建的 大多都是紧挨密林土坟 或者农田房屋等 想要阔路 就必要迁移坟地 占用农田 缩小房屋面积 虽然政府也会给予相应的补贴 但自古以来 祖坟 田地 房屋这三样东西 都是国人最为看重的 一旦处理不好 很容易激起民愤 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另外相信大家都留意到了 农村路面虽然方便了大家的出行 但它也容易出现裂纹 位移板块拱起等情况 继而引发一系列的路面问题 因此在修建后 路面的养护成本 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如此道路扩宽更难推进 加上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涌入城市 多数人也只有节假日的时候 会回老家 一年到头也走不了几次 因此很多人也不愿意扩修 那大家觉得 现有的3.5米宽的水泥路 是否能满足需求呢 你觉得有需要扩宽道路的必要吗